這個馬桶是我們南機場 民國五十二年蓋好的時候 就有的抽水馬桶 不過是馬桶 對南機場國宅的住戶卻是驕傲 然而驕傲的不止如此 瞧 銜接各樓層的回轉梯 五十年前可是超時尚的設計 然後讓住戶最自豪的是 那個時代是真的沒有通工減掉 我爸爸講的鋼筋鋼梁弄得很密 而且我們的磚頭是特別去燒的 那個鐵磚頭都會打斷 作為當時全台首座示範國宅 用高規格生成 來形容南機場國宅 一點都不為過 時任總統嚴家幹 國防部長蔣金國 從都宮到洛城到喬遷 南機場國宅 在當時始終都是焦點 然而幾十年過去 我們的尾建叫做前途後竅 還有上面底 是開玩笑也是心酸 原本乾淨簡單的建築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 用不同方向延伸出的尾建 只因為月末時平大小的空間 對以前的人來說還可以 但對現代人卻像在座牢籠 唯一還能適應的是老人家 是低收入戶 正因為在台北能用不多的錢 買到一個欺身處已經是種奢侈 但屋林老舊 住戶混雜 這也使得南機場國宅 再度成為關注焦點 一個急需趕緊都更的社會 不定時有憂 他也講到這個南機場的問題 夜市的問題很頭痛 到時候不曉得怎麼解決 他還想不到辦法 所以就沒做了 那加上社區反對 廢中醫國小 廢學校 來蓋都更 打從開始就被視為是不可能任務的 南機場都更 終究還是回到原點 儘管住戶對都更 仍抱有一絲期望 然而以此牛步 只能祈禱在等待重生的期間 別再有一把火 把希望燒成圍績 記得機關航年禁 台北好了